喂 石器大哥 我要麻煩你支援一下酒車 因為酒車太多點了 我等一下把酒車的資訊給你 我們的時間的話 一早來我們馬上集合完 行前的一個宣導 就會馬上打散大家各自出發 那有一些已經叫滴水位的 我們就有心趕快先去補習 那我們的執行時間到了 當到晚上說九點半十點的時候 那會去再做最後一次的一個巡點 把滴水位的 以及比較可能就是說 民眾取水的機率比較高的 再把它補滿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那明天就是隔天的狀況 就會再繼續這樣子 水車一天大概會加幾次呢 我們有分不同的區域 然後我們每個區域平均下來 一車大概是十四個點 那隨著使用的狀況不等 我們都會有四至五次的補充 只要降到就是說發出鏡頭 或者是說有人來回放 趕快再過來補順 那它的功用主要就是說 當我們的水量隨著使用下降之後 到了一定的階段 它就會把信號傳回我們公司 那我們公司就會依靠的水量 然後請附近的水車過來下去去做補水 那就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 趕快把這個水失去的部分補回來 我們在一起去走 我們在一起看 我們在加煉呢 我們在加煉中 我們去大雨水 台的星期間 我們在加煉中 還會 Thats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